选手们各个面带微笑展现端庄怡荣 在讲师的口令下练习如何整齐化一的行径转身 还要投顶书本保持身体姿态平衡 两年一次的国际礼宾亲善大使 绽放礼的青春选拔活动 今年总共吸引42所大专院校 56位学生报名参加 经过初审复审后选出21人参加决赛 接下来将进行五天免费的专业礼仪培训课程 争取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宝座 其实这次的活动是我的妈妈看到 然后她希望我来学习更多礼仪 包括专业形象等等 所以是妈妈推荐我来报名的 然后是我自己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想要接触看看 然后学习礼仪专业形象这些部分 其实蛮多有认知上的不一样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学过专业的西餐的礼仪 然后刚刚有听到老师说到蛮多 包括服装啊 坐姿等等的 我觉得收获蛮多的 我觉得礼仪的话 最基本就是一定要有礼貌嘛 我觉得礼仪在生活中还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虽然不要那么自私化 但是对人的礼貌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就是除了我们礼宾工作之外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像是用餐或是在职场或是与人际的互动当中 包括表达还有你的仪态等等 都会是认知你这个人的一个蛮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增进自己 然后再以体态等等都能够一个更突出的机会 因为我们本来以前有上过一些餐饮的国际礼仪的课程 但是刚刚因为藉由老师更详细的解释 还有包括同学老师的提问 就是我有更在针对一些小细节 或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有更多的突破跟学习 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国际礼宾青山大使选拔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放在绽放礼的青春 我们希望无论你有没有经验 礼宾的青山经验 我们会透过一个一周的星期的时间来培训这些选手 包含了航空礼仪 试酒礼仪 还有西装礼仪等等 那像今天要上的就是餐桌礼仪课程 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礼宾青山的一个训练 希望这一批种子未来可以扩散在校园里头 有更多的讲师或者是更多的礼宾服务人员 主要是因为觉得现在在礼仪教育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种就是其实 有点像博雅式的教育 然后其实是随手可的 但是目前大部分大家都是用3C产品 网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但是包含你上捷运的过程中 你也不知道是要先下后上 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太到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礼宾青山大使的选拔 让大家再重新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也希望藉由这一批种子 可以散落在各个校园里头 慢慢的再把我们的礼仪文化带动起来 因为始终相信只要有一个礼仪文化存在 我们的社会会比较和谐 大家的纷争争吵会少一些 本届国际礼宾青山大使选拔活动 更邀请选手们到星级酒店用餐 并由名模姚采影及演员田家达担任嘉宾 为选手们进行示范 让选手们透过实际体验 学习正确的餐桌礼仪与服务宾客的应对技巧 基本在西级礼仪当中它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规范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餐桌上如果使用完主餐 或是使用完餐点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摆访 就像是如果我们今天在餐点用完之后 我们就会将餐具从四点钟的方向到十点钟的方向 做两个平行的摆放 那就代表说我们这个餐点目前是已经使用完毕的 那如果今天在你可能还在用餐当中 如果可能还没有结束你的餐点 那我们就会将右边是刀子左边是叉子 然后进行右边跟左边的两侧往中间的摆放 那就是这是一个西级礼仪当中 就是会在用餐当中我们会给服务生的一个小小的提示 说我们今天目前是用完了还是还没有用完 那服务生也可以在不用询问客人的情况之下 就是直接的辨别它目前是不是已经使用完毕 还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对于食材不太满意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想要进行下一道菜的催促 那我们就会有一样的不一样的摆法 像是有交叉的部分或是有十字的交叠的部分 那就会让我的服务生也知道说 我今天对这道菜是不是不太满意 那我们可以在收到这个餐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去询问一下客人对于这道餐点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说服务业是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行业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精致化 做到专业化其实不太容易 那这一切的话要从礼宾的个人的一个行为举止 包括说话的方式来着手 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可能在网路上用网路的语言沟通习惯了 但是在跟人面对面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举足无措的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训练跟这样的活动的支持 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将来可以投入服务业的时候 可以比较顺利一点 因为现在饭店业的那个礼宾服务人员 或者是接待人员也是有一点点的缺口 那这一次可以借由上餐桌礼仪的课程 然后让学生们实际来到餐厅 然后我也觉得说过去大家可能在吃东西上面没有那么讲究 尤其是西餐礼仪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选拔活动的机会 媒合了企业餐厅 然后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一块餐桌礼仪的服务 第三届2024国际礼宾青山大使 绽放礼的青春选拔活动 将于8月17号下午 在国家图书馆B1多功能演艺厅登场 也欢迎民众上网投票 支持心目中最佳的国际礼宾青山大使 还有机会抽中奖品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